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小姐 我们结婚是什么意思 自面意思啊 既然是挑选一个顾家的儿子作为结婚对象 那就是你了 我们才第二次见面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第一 你跟我结婚 你能有极高的物质保障 即便是以后离婚了 你也能分得高额的财产 第二 你有绝对高的自由权 可以隐藏自己已婚的身份 随意生活 交友 也包括其他女性朋友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是什么 我说过会对昨天晚上的事对你负责 现在 您正言顺 总之 这桩婚姻你只赚不亏 合作愉快 我不会跟你结婚的 为什么 第一 我现在还没打算结婚 第二 一旦结婚了 我就不打算再离婚了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 昨天晚上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 我比你更清楚 你不需要对我负责 如果你只是因为这个要跟我结婚 大可不必 不喜欢喝冰的东西 不用勉强自己 咖啡我买过单了 先走了 喂 顾同学 现在拒绝我 昨天晚上跟我回家干什么 来 西晨 西晨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顾家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金家入坠 你想过没有啊 金融融一旦结婚 以后你在今朝还有什么地位啊 所以呢 融融选了顾家哪个儿子 我都打听过了 老大老二 都没选 融融当然看不上他们 虽然没看上他们 但是她看上的是顾家第三个儿子 虽然说现在顾家大部分产业 都掌握在老大和老二手上 但是这顾家第三个儿子 那是亲儿子呀 小白 你不是建筑系的吗 怎么什么都会啊 硬盘是没有问题的 数据应该可以回来 只不过 下次不要再把咖啡撒在电脑上了 很难回复 不是我 是那个我有用 放在我头上 你说我们金服总人这么好 身边怎么会有这种人啊 那你们小金总呢 小金总 金融欧吗 嗯 她呀 我这种实习生 怎么可能够得上她那种级别的 不过她工作上确实很厉害 雷厉风行 精明干练 不过我听说小金总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什么秘密啊 她很奇怪 宫调温度一定要保持在二十六度 听说啊 那是因为她腿毛旺盛 越挂越粗 梁晶晶 你还是多花点心思 在工作上 你去哪儿 回学校 小金总 脚疼啊 喝点水吧 你说别的总裁怎么结婚那么容易 到我这儿却被三大理由拒绝 是我给的条件不够好吗 那当然不是 我跟你说啊 这杯子哪儿的 我平时喝水的玻璃杯呢 我找半天没找着啊 这不是你自己换的吗 我闲得没事换杯子干嘛 那也不是我呀 那还能有谁啊 难道是她 这杯子哪儿拿的 哦 我在你床头柜找到的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果然是她 够贴心的呀 你刚才说 求婚需要什么 哦 求婚啊 她是需要仪式干的 你首先要让小顾同学感受到 你的真诚 还有你对她 的爱 我的真诚 我的爱 嗯 嗯 懂了吗 完了 睡睡睡睡睡睡 我壁动床都车里动我都坐了 她不会觉得我是变态吧 车里还能动啊 我知道了 我去试探她一下 然后给她一个明确的求婚仪式 让她感受到我 是有的爱 甜甜 你赶紧写完 我们等会儿一起去看电影呗 乖 你无聊就先去吃点东西 我一个人吃不下 想等你一起 行了行了 你们俩能不能不要 在图书馆谈恋爱啊 不同学 这就是你不对了 图书馆本来就是 谈恋爱的地方啊 你怎么来了 来找你谈谈我们的 婚室 小北 你要结婚了 是的 两位同学 记得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哦 小北的同学我都会邀请的 小北 记得把名单给 好 顽皮 请问你是 顾太太 秋毕 按原计划进行 小北 恭喜啊 小北 百年好合 恭喜 恭喜 小北 可以啊 女房让你打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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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说喜欢海洋 海风鲜鲜味道 想起我的外套 你说喜欢彩虹 阳光雨水刚好 想着分爱奇妙 你喜欢和我的每一个分秒 还怕失去拥抱 可是你从来都不知道 我想要 和你天荒地老 嘴角的微笑 可乐和奇妙 不需要思考 不需要思考 心脏的梦跳 粉色的笑调 她在肩的梦跳 她在肩的梦跳 不需要思考 她在肩的梦跳 不需要思考 不需要思考 没思考 甜蜜的撒脚 小毛般乖巧 我没能力思考 全都说好 粉色的小调 它记录我们夜晚吵闹 我们爱的轨道 记录我们爱的轨道 一切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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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